各位同学好 这是我们这个礼拜的课程 这个礼拜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先把它录音一下 我们这个礼拜 开始用PairDeck 那我是可以在slide上面 直接将录音 你们也可以直接用录音的回答 那我会问你们 今天的日期是什么 你们要自己说 看看外面的天气 告诉我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那我这边有按 你按就可以回答 那你回答我的问题 在暑假的时候有什么计划 不要忘记 虽然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多说几句话 让我们多练习一下 每次问题都回答个三句最好 那我会把这个loom video 这个的把它拿掉 我们现在以后都用这个PairDeck了 不需要loom了 然后我们 最近有很多的college board的新闻 那我会打开来 在上课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已经放在youtube里面 25分钟很长 我们会goover一下 然后怎么样考试的方法 我会跟你们讲一下 重要的是 重点是我们是在这个PairDeck里面 来练习Speaking Conversation 不要忘记 每一个题目 你都要至少 你现在是看得到文字 等到你看不到文字的时候 就知道练习是非常重要的了 好 好 然后就可以开始 开始我们这个礼拜的作业 好 所以这个礼拜呢 首先我会跟你们讲一下 这个AP exam的新的消息 然后这个考试进行方式 那等到我们拿到了那个APP WLEAP WLEA的那个APP 那我这边 我放了一个powerpoint 也放了video给你们看 那我要想问问看 你们有什么问题 请回答 这就是padlet要做的 你不要忘记把padlet这边的答案 把它打放在这边 5月7号的时候 做一个小的speaking with topic 是选你自己的topic 然后两分钟 5月8号的时候 我们做练习college board exam 我给你们一个小的 这个 这个 来练习 小的template 5月9号的时候 是cultural presentation 5月10号 我们再来一个math test 这是我们的simulation test 的第三个 5月11号的时候 来练习练习生词 不要忘记 我现在有很多不一样的生词 放在不同的app上面 你可以去试试看 三个都玩一玩 这样的话你的练习会很够 好 这就是我们 这个礼拜我们要做的事情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马上就是message我 还是告诉我什么问题啊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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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